股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股邦 4月1号星期六利用休息时间给大家来一个小道家餐 今天我们主要讲的就是人工智能 那么现在最火的赛道就是人工智能了 可是人工智能这块好多人不太懂 下面我们进行一下脑股 那么首先咱说人工智能都是干什么的 然后说它能给人们带来什么 再说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 最主要的跟我们股民都能有什么样的关切 还有以后人工智能如果说能不能把人真的取代了 现在争议有很多 就像昨天CHAT GPT 包括意大利也好还是美国也好 很多这些权威机构都说要把它进行封杀 实际CHAT GPT它是人工智能里的一部分 当然了人工智能也好 还是咱们CHAT GPT 它们都属于计算机这一类的 那好 接下来我把咱们一个重量级人物请出来 好 这是专业的人 咱们听他一起怎么说 来 闪亮登场 大家好 我用最简单的方式跟大家导补一下 人工智能是怎么工作的 举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一次现行回归的问题 假设我们要预测一个房子 它要卖多少钱 我们怎么预测呢 众所周知 房子的价格和它的面积是成正比的 那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些数据 先看图 我们有横轴是房子的面积 然后纵轴是它的价格 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找到这样一条直线 有房子的面积了 现在我们要算出它的价格 我们怎么做呢 假设这条直线的方程是 Y等于WX加B X是面积 Y就是价格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说 我们先随机给一个W 然后再随机给一个B 然后我们计算 这条直线 它评估的到底好不好 显然是不好 它不好在哪里呢 我们计算它的误差 误差就是 比如说它计算了一个房价 等于3 然后它其实的房价等于10 那么它的差别就是7 对吗 然后它有可能是7 也有可能是一个负的 我们为了让这个差值永远是正的 就是说它差值越大越不好 不管它是正还是负 我们就把它取一下平方 那7的平方就等于49 依此类推 我们得到了一个 它的误差就是W 就是WX加B 然后再减去Y的真实值 外面加一个平方 我们就得到了这样一个损失 这个损失 我们可以看第二个图 它是和W和B 都有关的一个函数 就像一个山峰 不同的W和不同的B 就可以得到不同的 这样一个总体的损失 我们把这个损失 求一个导数 求导数大概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大家看山顶的一个点 从山顶一个点 往这个山下降最快的方向 走一步 这个就是它的导数的方向 沿着导数的方向走一小步 然后我们的损失 就可以变得更小 回到刚才那幅图 就可以说我们这条直线 离这些数据点的距离 就越来越小了 这样 所以我们反复进行这个过程 这条直线一点一点 趋近于这些数据点 直到完美的从这些数据点中间通过 这就是我们所要找的一个房价的模型 这也可以解释什么叫一个人工智能的模型 模型就是 就如大家所见这样一种东西 模型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 在人工智能里面 我们管这种统称为叫自回归模型 因为这是一个回归问题 自回归就是说 我们每次对它求导数 然后它自动的向正确的方向修正 修正很多步之后 它这正确的越来越近 这个模型就算训练成了 训练这个词就是把它的参数 这个问题里我们的参数就是W和B W和B一点一点 离它的误差最小的地方越来越趋近 就是从山顶一点一点趋近于山底 一步一步的这个过程 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我们在训练模型 对于这个模型来说 就是这个模型它在学习 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线性回归模型 现在我们考虑更复杂一点的问题 有的时候它并不是线性的 有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个曲线的方程 这种情况下我们用一个直线 就很难对它做一个比较好的拟合 一种方法是说我们用一个多项式 比如说Y等于W1X平方加乘W2X加B 这是一种方式 于是这个方程就有了三个参数 我们可以和刚才差不多的方式 把这个W1W2和B给训练出来 但是无论我们怎么训练它永远是一条抛物线 无论开口向下还是向上 它只是这样一条抛物线 为了达到更复杂的标准 我们可以给它让它是 比如五次七次九次等等 还有一个更简洁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Y等于WX加B对吗 然后我们把它取一个非线性函数 比如说叫SIGMOID 它是一个这种函数这种形状的 比如说它在负无穷的时候 它趋近于负1 然后在一点点趋近0的时候 它也一点点变成0 然后在0之上 它又增长又变放缓 在正无穷的时候变成正1 这样一个函数 我们把WX加B算出来 得到了这些一个值 然后取一个SIGMOID 它就变成了一个非线性的函数 然后我们再套一层WX加B 再套一层SIGMOID等等 一丝类推 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相当复杂的模型 这模型的参数都有哪些呢 我们有第一层的WX 有第一层的W 有第一层的B 我们还有第二层W 第二层的B 复合了很多层 我们又有很多W和B 这就是我们所需要训练的参数 让这些参数都就像刚才那个图一样 让它 这是一个非常多维的山 大家可以想象 虽然是二维平面 我们可以想象 这是一个非常多维的场景 它从山顶 大家走向山顶 它离山顶越近 这个模型的拟合效果就越好 其实我们的语言处理 比如说ChatGPT 它也是差不多的原理 把我们的想问它的问题 我们问的问题是一个一个文字 它这些文字在计算机里可以表示成一个向量 比如说我这个字在计算机里就可以编码成100100001等等 把这样一个向量把它投射到一个 把它用一个矩阵投射到另一个向量里面 多复合几层 这样就可以它获得一个非常强的表达方式 再用一些特殊的手段 比如说Transformer就是自注意力极致 就向大家看这个图 它可以获得这个字和其他字之间的联系 把这一句子里面的所有的字 作为一个加权 权重是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当前这个字和这个字有一定的联系 这个联系越紧密 这个权重就越高 我们把这个句子所有的字都加一个权 把它加权平均到这个字上 作为这个字在这个句子中间的一个表示 我们对这个句子里面所有的字都做这样的表示 这样就可以得到这个句子非常高层的语义信息 然后我们再用差不多的结构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句子的语义信息表示 仍然是一个编码 比如说这回是一个向量 001 0010 00100等等 这样一个非常长的向量 我们把它输入到一个解码器里 它首先它读了我们这个句子 把它编码成这样一个向量 然后根据这个向量现在开始说话 比如说我先说了一个字 我把这个我作为一个嵌入 重新送回原来那个模型里面 再说第二个字 是 然后把我和是一起做一个编码 再输送回模型里面 说第三个字 A 再说第四个字 然后是第五个字 逗号等等的 这样它就可以一个字一个字的 把我这个 它聊天的内容说出来了 这就是聊天机器人大概的原理 这个工作为什么难呢 有几点 第一 它需要学习非常多的语料 什么是语料呢 就是我们每天所说的话 机器 它看了很多很多的话 PPT的原理就是 它看了我们说的一段话 然后把下一段话给它卡掉 让它自己开始说 如果它说的和我们说的越近 就说明这个模型的效果越好 那就是 我们让它反复的说 它说了第一遍 它说的不好 于是我们给它了一个损失 就像刚才那样 它刚才预测的好不好 是做了一个 它的预测值和真实值的差 然后判断 对这个差 这个差对它的所有参数 求偏导数 然后一点点T度下降 对不对 现在也是 我们所说出的一段 这个机器说了一段话 然后把它跟人在真正说的一段话 做了一个差值 这个差值 对这个模型里面所有的参数 求偏导数 那么 那么就可以让这个机器所说的话 越来越接近人能说的效果 这就是我们一个自然语言训练的原理 它首先需要很多的语料 其次需要很多次迭代 迭代就是说 一次迭代就是它从山顶往下走了一步 两次就是两步等等 它需要执行比如几万几十万个迭代 它的参数量是多少呢 就像刚才我们举的那个房价的例子 它一开始一个线性的只有两个参数 W和B 如果是一个线性复合的一个线性 那就是W1B1 W2B2 它有四个参数 像我们的GPT 它可以有几千亿个参数 甚至未来在某一天 我们可能期待它有上万亿个参数 所以这上万亿个参数同时求导 同时让它下降 并且让它同时输出新的评估值等等 这需要巨大的算力 这就是牵涉到了我们硬件的很多东西 我们需要很强大的硬件 才能在一个比较合理的时间内完成这个功能 说到这了 好啊 专业人士说的东西呢 我们不一定懂 但是股邦跟你说几件事 第一个 这个ChideGPT也好 还是说的人工智能 它都是我们应用场景当中的一部分 最主要的 如果拿到我们股价上来说 必须得给我们股民带来效应 那么我们股民是这样啊 人家主力也是这样 假如一个主力庄家 他们把这些股价推上去 那么推上去为什么呢 总得找人来接盘呢 所以说他就需要讲故事 一旦人工智能这一块 要是真的故事要讲大了 或者是说像20年前一样 20年前我们计算机发展的时候 那是一个大潮 互联网时代嘛 大家都懂 我们20年前那一波大行情都不小 更主要的是 他为什么讲这个故事 也就是讲故事之前呢 很多个股 还有很多板块 咱们说啊 现在假如以咱们计算机这一块为类 计算机细分 然后一点一点分到了咱们人工智能 还有相关的 这乘细分分到ChideGPT 这只是说炒了一个点 但是一条线 一直到计算机整个一条线 我们现在只接触了一段 就是这个人工智能 到这个ChideGPT这一段 因为它是最火的赛道嘛 所以说当人家主力都已经把这些东西 拖了盆满 拖满的时候 就等着收割 大家明白过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只想讲两点 假如人工智能这块再往上炒的话 首先立好的板块 咱们先说啊 第一 这一大块就是有一些数据支撑的 你像现在数据要素 为什么长得这么牛 大数据为什么这么好 因为这个里面呢 都是被这些主力升更 第二个就是硬件部分 你举于说半导体芯片 那么半导体芯片 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国家的软肋 但是半导体芯片这一块啊 它并不是说它自己承载的什么什么 而是说它得依托于什么 那么现在ChideGPT也好 还是人工智能也好 都来了 来了的时候呢 资本已经把它们炒起来了 就是这样 当资本已经注入的时候 升更的时候 他们如果说一旦形成了这种资金的推送 那么就会出一个爆炸性增长 以ChideGPT和人工智能为说 现在呢 这个产业并不大 但是这一块呢 已经几年前 ChideGPT都已经火过 或者是说他们几年前已经出现过 那么现在为什么拿出来 就叫什么热饭冷炒吗 还是什么炒冷饭呢 咱们不管怎么说 目的只有一个 现在假如他们真的要往上飞的时候 您说假如真的要往上飞的时候 猪都能上铁 就是这样 那么我们一定要小心点的 就第一个 如果真炒起来的时候 我们一定必成为几股传华最后一棒 那么刚刚我说到 一个是大数据的部分 另一个部分呢 是硬价的部分 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软件服务系统 那么所有这些通称为啥 通称为一个技术系统 那么或者是我们给它通称为一个 一个大的方略 那么现在人工智能 还是ChideGPT 还是说上到互联网 再到更上的计算机 所有这些呢 无非就是资本上的一个炒作而已 好在这说一个结论啊 别管怎么样 我们就把住一条 只要说这个东西要是真正在风口的时候 那么它是有节奏的 就是风骨 拨风拨骨吗 问题就是这样 它总是说有资金推动 当资金来的时候 它就从底下向上推 当资金退潮的时候 我们能发现就当资金一旦出现减量 我们只要小心了 那么这个位置就可能是退潮 好朋友们千万要记住股邦的话 那么下周啊 大盘给这比较纠结 你看前三个月已经过去了 现在大盘呢 在这已经走出了一个 开盘的一个小牛市 也就是今年呢 第一个季度是红的 你看第一个月大涨 第二个月横盘 第三个月横盘 但是这个月三月份啊 收官的时候呢 收的一个小阴线 四月份我们替代 它有一个真正的行情 好 那么下周大盘到底怎么走 我们怎么应对呢 由于时间关系 我把它放到明天中午 明天中午的时候 股邦有一个策略会 讲的就是下周大盘怎么等 我怎么应对 喜欢的可以加关注 到时候你第一时间 就能收看股邦发的视频了 朋友们 我们周日中午的下周策略会 见